字幕提供 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刚才插播了一次的直播 现在我们又做第二个直播 今天很久没有一些记者发布会举行 今天现在在现场举行 就是CSL 5G 产品的发布会 大家都知道4月1号开始 不同的网络商 他们的5G服务都会陆陆续续 正式可以使用 今天较早时间 中移动都推出了5G 网络的收费 但是纯粹是新闻稿发布 这个收费稍后我们会再跟大家分析 现在CSL 在现场做5G服务的发布会 除了稍后会公布月费价钱之外 其实都会有一些5G的服务 就有一些现场的示范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即将来大家出了5G的手机加5G的服务之后 究竟多了些什么可以用呢 我们现在用Cisco的Webdesk 接通了Alan和Martin 在这个CSL记者会的现场 我们接他进来先 哈啰 有了有了 公關還沒轉 好 看到你了 大家觀眾都看到你了 好 剛才 宣言 剛才我們現在宣傳一下 CVT的總統 我們今天沒有傳出5G的記者會 就用了一個發布 同時現場就有很多示範 我們現在可以和大家 可以分享一下大師傅 你們有什麼交易 好 請坐 在這裏 大師傅做什麼工作 不要幫忙 有些FITLESS的工程 有些RT的 有些是 有些就是 這個小學生 那這個小學生 這個小學生 是它 最新的一些 庫蘇紋拉級的商量 是有些安排的小學生 有些看法 有些醫療的小學生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可能是搖腿做體驗 可能甚至是搖腿做手術 那什麼東西都可以的 好了 跟著再過一點 就會見到有這個5G的 可以直播到英超 當然現在就是4K的畫面來的 本時如果有5G 我相信應該有好的機會 可以做到4K的直播都不出奇 當然這些就要等有關確認是否做得到 好 那我們再轉到旁邊 其實這裡就是比較大家可以見得到 或者買得到的東西 有些你會見到這裡有很多的 招牌在那裡 將會在電池推出的時候 都可以買到的 可能一些鏡頭 一些網絡 可能可能 就算這個網絡 挺好的 都很流行一些SIM卡的網絡 就可以 可以 例如在村屋那些 可能寬屏上去的時候 都可以 用到這麼快的速度可以上去看 有五線路線太厲害了 這樣就有些村屋 是啊 這些都挺有用的 那些Podband線這些都很有用的 是啊 還有很多其他的手機 還有其他的Accessions 好 那接著呢 旁邊呢 就可能大家比較關心一點的 就是有個Speed Test 有個速度 那 大家也知道 都會知道五支當然是快的 那 可以試過一個Test的 那下載速度呢 就去到呢 去到呢 是啊 現在一三二七 那 其實曾經都試過呢 有些State Test 做了一三六七 那 都見到就是那個速度 給四支啊 或者是快一折的 那 那我們現在試一次做個Speed Test 給大家看看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等一下有沒有機會找他們同事 可能試一次一下 好不好 不好意思啊 各位 好 再過了一點 我呢 我呢 我就收到一些資料啦 那麼呢 其實就啊 現在我們用Move的所謂 就是 這個 啊 啊 好問題 那 將來 五支的一個呢 就是24G WDFLA-C 那如果大家有聽開一些 無選歌曲檔案的呢 其實都知道FLDC本身的File Size是大很多的 還有現在通常我們都是用一個下載的方式 就是給錢上面買了歌 然後整隻歌單在手機上聽的 就沒有FLDC的串流做完的 OK 這個大概知道怎麼玩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AR的選擇 抱歉 還有一些5G Lens 的 Feature 可以看看我的示範是怎樣 就是同事示範一下 Scan 了 整部機彈了出來 不過就拿不到去放的 只是看的 這個是CSL 5G Lens 還有一些Social的用法 可以看到Scan 了一些東西 就會彈出來做一些滑手機的功能 所以將影片更加生動 在手機上Display 出來 好 麻煩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 這個是VR VAR Box 這是VR Box 可以在這裏打電子 之前香港也有一些Game Room 有這一種的遊戲 是的 用得到 好 接著 隔壁就是VR 都應該大家都很熟 應該都見到 只要戴著 甚至乎可能5G都可以玩到VR Game 這樣 好 現在大概就看完現場有些什麼東西 好 我想暫時到這個位置先 至於 我們見到CSL 話事人 你還可以說兩個 一定要啦 一定要啦 一定要 一定要香港 我們現在拍到Bose 那CSL 話事人 可以見到我們 我們Rise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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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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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我們去到Bose 等下 跟我們講兩句 今次CSL 推出這個 5G服務的詳情 好嗎 喂 我聽不到我一把聲音的 推出這個 5G服務的詳情 不如你跟大家講一下 你有什麼話跟我們講一下 今天就萬眾期待一天 因為5G的網絡 在4月1日就會開始啟動 明天開始 三星的S20 5G的電話會推出 我們聽到也會跟這個機率一起出 其實這次5G 我想我們做了很大 有很多很多突破 在所有的生活方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新體驗 音樂 因為我們可以將音樂的速度 去到由我們16bit 在坊間使用MP3 我們已經從26bit去到 再往上去24bit 24bit是什麼意思 24bit和96kHz 就是等於錄音室的原音音樂 我覺得是因為有很高的速度 可以傳送到更加好的音樂質素 另外剛才也講過體育 體育絕對會是香港人最喜歡的 其中的一個娛樂節目 因為有一個傳送的速度 其實也做了很多新的技術下去 在接下來下個季 我們這個平台我們獨家 可以和防到的英超和世甲4K 在手機裡面看到的一個內容 雖然這個歐國杯就延遲了這次的賽事 但是我們之前和歐國杯合作 我們已經預備了很多的五隻體驗 我舉個例子 比如有VR 有Multi Angle 和4K 就是這樣 是啊 因為真的可以感受到 比如那些鏡頭可以放在教練席那裡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 為什麼教練會這樣佈陣呢? 因為是從他的眼角度 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佈陣方法 甚至因為人家沒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在鏡頭上 觀眾看到的東西 比教練可能看到的更多 那就是說不是生日奇景 只是帶你走運 但是在明年 當時都出了實力 我們會有另一樣東西 當然了 VR也是另外一個突破 過去的VR就是因為很重 Pixel又很大顆 然後又延遲 所以這次我們自己也有很多的VR content 首先我們和LG U Plus合作 他獨家提供了一些在韓國的kpop content 給我們 比如大家很著名的SBS The Show 你會看到有很多的 music content 有concert都會在裡面出現 我們的觀眾就會真的好像自身在舞台裏 可以和他的偶像在一起 就是用五支都可以看到4K的kpop 用我們的 五支都是可以的 也是用我們的 我們找到回來的 我們獨家 我們carry的Picco的一個鏡頭 這個眼鏡 是解決了我們過去很多的問題 例如很重 因為它不會再集合進去 例如是PPI 我們應該去到881的PPI 所以再加上這個4K content 就會令到整個VR的感受 真是耳目一身 好 你說這麼多 content 我想問一下 出的時候 coverage 方面會怎麼樣 coverage 我留在之前 之前 剛才 一會兒你會再看VR 我們會更加清楚 今天Peter會說 他會更加 更加 因為同時間 其實我們有一個VR pass 正在做的 我們之後可以再跟進 再講一個點就是AR AR就是 AR就是這次在我們整件事做了一個突破 我們講的我們是跟世界不一樣的 我們看在45G的鏡頭下面 看世界不一樣 當我們在開啟的時候 我們只要舉起我們的鏡頭 我們就會見到有很多不同的 新的VR的緊張 例如可以將一個零售的層面 再豐富化了 將一個平面的廣告 又可以加了很多不同的資訊 最重要的就是 真的可以跟很多商戶合作 無論是衣食住行 只要我們去舉高手機 我想說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今天我們吃飯 我們可能會上網 我們會去檢查哪裏吃什麼菜 但是當去到4月1號的時候 我們大家放了一盒 舉高他們的手機 他們就可以找到 在方圓一個鏡頭 或者500米 300米 有什麼新的好的offer 這樣就可以看到 最大由方向有距離 把他切到offer 就可以立刻 在CSF裏面 就有了這個新的機會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會有很多的行業 都很希望將5G融入 在他們的業界裏面 所以5G會帶出一個很大的商機 好 麻煩 今天就先去檢查一下 好 麻煩 我們之後再加上直播室的同事 好 好 麻煩 謝謝Alan 剛剛我們就在 Alan和Martin 就在這個 CSL記者會會場的 示範區 走了一個圈 給大家看看 現場有什麼 5G應用的示範 其實在5時 我們都會轉播 CSL記者會的內容 因為今天 疫情關係 其實現場 不能接待太多人 在會場上 因為剛才大家都看到 都算多人在這裏 今天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 發佈會 所以有很多的媒體 就去不了 或者每一個媒體 就限制了去的人數 所以一陣間 CSL都會預備 一個網上的直播 給大家 等待5時 我們都會轉播這個直播 概括說回 剛才那個畫面 自從 這個 5G 那個 5G 推出了之後 我們手上 就有一個新聞稿 那個新聞稿 大概說了 現在 CSL 5G 網絡覆蓋 暫時 那個網絡覆蓋 主要包括有 銅鑼灣 灣仔 金鐘 中環 上環 尖沙咀 佐敦 油麻地 旺角 紅磡 還有 這個 土瓜環 那 就 在 這個地區裏面 包括有 在CSL裏面的店鋪 1010的店鋪 除了這些地方之外 在 太古城中心 海港城 這個 國際廣場 就是尖沙咀的 iSquare K11的購物藝術館 K11苗絲 Megabox 美麗華廣場 太古廣場 都會有 這個5G的覆蓋 暫時是這樣的地方 主要 如果大家看到 其實都是在室內的地方為主 原因就是 因為最早拿了 那個 5G的覆蓋 都是一些高頻的發射點 高頻發射點 暫時只是限於 這個 室內的地方 好了 我們再概括 剛才一些服務 除了剛才一些商業用的服務之外 其實都會有一些 消費者會用的服務 最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LaoE 它會有5G的4K 串流直播 當然這個 英超西甲 就在 暫時可能都沒有 因為疫情暫時都要 倒下 但明年都可以看得到 另外一個就是 24bit Move 串流直播 這個Move的高清 暫時是 是 16bit的 FRAC 來的 將來在5G下面 就可以轉做 是 24bit的 FRAC 暫時來說 都是一個 我們見到 最高的 音質的 一個串流服務 來的 好 我們暫時來到這裡 Alan說有話要說 看看 我們先回答 我們先回答 那 我們 雖然剛才Boost說 要在記者會先說 現在我們手上 就拿到 CSL最新的月費 我們轉過來 我們轉過來 好 Alan 好 剛才跟Poost說 一件事還沒跟大家說 除了速度之外 大家都很關心一件事 就是價錢 現在都是 那 現在手上還有一份 CSL5G保護計劃的收費 可以見到 月費就分了五個價錢 有198 298 398 498 和698 可以看到 每個 每個數據用量 就有8GB 12GB 80GB 150GB 和300GB 而最後 就是 15GB和300GB 還有無限的 無限的限速數據 就是說 就是 基本上任務 就變成了 等於有很多 其他增值服務 另外還有一些 可以 甚至乎 有這個 額為數據先的月費 可以先假設一些錢 就多些先 好 這個OK 不過我想問 限速數據 有沒有說是限多少 如果150GB 就是498 就最高是2MB 而6900最高的 就是限速率 最高的就是3MB OK 是的 基本 可以用得到的速度 當然跟5G的速度 就相差很遠 是的 沒錯 至於會不會有其他 可能再賭錢 又用無限速的數據 就會再等公告 好的 我們等它5點鐘 一會兒 正式發佈會 我們再看它的詳情 好 請留意一下 這個 Web Class的記者可以 我們這裡的報導 就讀到段落 我們就交回給你們了 好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了 大家剛才看到 初步看到 一個 這個 CXL的 月費的收費 我也概括一下 因為其實 今天 包括這個 中移動 CXL 其實他們都已經公佈了 他們那個 收費 加上之前 3HK 亦都公佈了它的收費 現在手頭上 我們都會有 三個網絡商的 5G收費 當然各種各自不同 但是我們很概括來說 譬如舉例 用這個 100GB數據 這樣 中移動的收費 就是438 原價 原價438 上台 如果你買機上台 就298 當然 你買機上台 就不算機價回陣 這個是沒有回陣的情況之下 就是298 200GB 就是538元 原價 上台 就是398元 另外 中移動也有 300GB的計劃 就是638元 上台 就是498元 參照上次 3HK 公佈的價錢 如果是 正卡 即是 只是上台 即是 100GB 就是388 200GB 就是 688 如果這樣看 就是 這個 一個 3HK 100GB 便宜過中移動 少少 但是 反過來 200GB 來說 就是中移動比較便宜 那麼 CSL 沒有100GB 和200GB 它最主要是 集中在 80GB 150GB 和300GB 我們用 接近的 去比較 譬如 80GB 就是398元 150GB 就是498元 再上 就是 300GB 計劃 就是698元 其實都 相對接近的 但是 大家就可以參考 三個台 明天 正式 Samsung Galaxy S20 的手機 推出之後 你 再參考 他們的 上台 因為上台 都會 涉及 S20 手機 會有不同的 回陣 我們有個 比較表 出不出的圖 大家會出到 圖 比較清楚 我們用上台 就是 S20 Ultra 12GB 加256 這個設計 去做一個 比較 大家會看到 當然 CSL 會有些 很低 用量的 例如12GB 但 我相信 如果大家用得 5G 這個12GB 就等於 以前我們用4G 的 湯卡 所以 我們盡可能 用80 或者150 這兩個 數據 用量 去做一個比較 大家看到 其實 如果可以用的 數據計劃 一般來說 三個台 都是接近 400元 上下 開始 大些 用量 就是 200GB 200GB 大約 500多些 的 月費 當然 有些台 上台計法 有些不同 中移動 月費 沒有計算 機價 是 3HK 和 CSL 就會包含 一些 手機的 機價 回陣 所以 那個月費 你會見 買機上台價 浪貴了 這個價錢 是未扣 回陣 所以大家 可以到時 考慮 之後 再自行 調節 這個 大家可以參考 我們 在更多數據 的時候 可以再跟大家 做一些詳細的分析 如果大家有 想問 也可以在 我們 PCM的 Facebook 這條 訊息下面 我們 在記者會 如果大家有 問 也可以留言 我們看到的時候 我們都會 叫 Alan 在現場 問回 CSL的同事 給大家 今天的直播 暫時來到 這裏 上半場 下午 5時 最終 Webcast 準備好 我們都會 轉播 大家可以 留意一會 轉播 暫時休息會 等一會 再和大家見面